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一周 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县的数千名居民于周二提前投票 富兰克林县公共信息官员塞勒斯表示 这对俄亥俄州居民来说很正常 他说 这个周期从你在我身后看到的程度来看 整个过程都相当稳定 这通常发生在我们离开一周左右的时候 显然 距离选举日还有一周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 而且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富兰克林县已有超过88,000人亲自投票 昨天 我们约有7700人 预计随着提前现场投票的结束 这个数字将会上升 美国总统拜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举行的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 对一名将波多黎各称为漂浮垃圾岛的喜剧演员 进行了猛烈抨击 在宣布投资30亿美元改善该国港口基础设施后 拜登在巴尔蒂摩港发表讲话 称这笔资机还将包括波多黎各 然后说 我想带那个家伙去那里游泳 今年3月 一艘货船在巴尔蒂摩港口 撞上了巴尔蒂摩的弗朗西斯 斯科特基大桥造成6人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如果朝鲜军队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应该进行反击 并补充说 他对朝鲜军队在俄罗斯 库尔斯克地区的存在感到担忧 当被问及朝鲜军队出现在俄罗斯时 拜登表示 我对此感到担忧 当被问及乌克兰人是否应该反击时 拜登说 如果他们进入乌克兰 是的 本周本月表示 数千名朝鲜士兵正在向前线挺进 这一事态发展 促使基辅呼吁提供更多武器 并制定国际计划将这些军队拒之门外 五角大楼周二证实 一些朝鲜士兵正在库尔斯克地区 该地区是俄罗斯边境地区 该地区是俄罗斯边境地区 乌克兰军队于8月进行了大规模入侵 并控制了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称 还有数千人正前往那里 10月29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根据美国法律 以色列禁止联合国救援机构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决定 可能会产生后果 以色列通过一项禁止联合国 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在以色列境内开展业务的法律 引发了人们对其在一年多战争后 在加沙提供救援能力的担忧 在加沙提供救援能力的担忧 该机构在加沙雇用了数千名员工 为沿海飞地的几乎所有人口提供了基本物资 并需要通过以色列获得物资 以色列官员在解释该禁令时指出 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参与了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 并引发了加沙战争 联合国8月份表示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9名工作人员 可能参与了袭击 并解雇了他们 美国国务院还报告称 再向加沙提供援助方面 还做得不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